这一类我们就犯称它叫内分泌干扰物质 也叫环境荷尔蒙 指的是环境中有些污染物质 它会影响你的内分泌作用 而干扰它的作用 所以它就叫做好像是荷尔蒙的作用 可是它却是环境污染物 也叫它环境荷尔蒙 请问它几点 这些物质并不是自然界该出现的 是污染物 也不是你身上的基础 这些都是污染物 我们只是叫它内分泌干扰物质 它会干扰内分泌运作 或叫环境荷尔蒙 那既然干扰内分泌 就会影响你的神经内分泌跟生殖系统了 它会产生类似激素之后 而让你的身体的运作紊乱掉 常见的例子有 有机锡 含锡的有机物 多氯联本 DDT这个杀虫剂 人晶分双分A 还有代奥性四季之毒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内分泌干扰物质 好 那我们一一介绍 这些污染物 很多是农业或勾业活动 产生的一些庇气物 跑到环境中污染 例如第一个 有机锡 早期在工业上是来防酶杀菌 尤其是涂在船之上 可以避免藻类跟藤壶附着 所以它是一个海洋中行走的船 它必须要喷了一个涂料 后来发现它是有污染的 就开始禁止了 因为它涂完之后 在开水中会释放到海水 那人在捕捉海鲜吃 就会迟到了 那多氯联本 我们等一下会讲 它早期是来防止 那个柑橘的病虫害 甚至在后来工业上 电器中用了很多 食品工业 化学工业 资料工业 电子工业用了很多 所以就有机会会污染 那有关于多氯联本的事件 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DDT是杀虫剂 后来发现它会影响动物的生殖系统 好 那我们过去举个例子是 美国有两种老鹰 鸟妈妈生出来的蛋壳变得好薄 一敷蛋就破掉 有些证据认为是DDT的原因造成的 好 另外这个人积分跟双分A 最近在新闻上偶尔会出现 如果妈妈要买奶嘴 都会去挑那个 有实验室证明 这个奶嘴成分中 不含人积分跟双分A的 因为有些资料发现 这些物质 小朋友吃了之后 会影响它的生殖系统发育的 好 人积分呢 一般是用在清洁剂的 所以容易造成水污染 双分A是塑胶制品 饮料包装 奶嘴 或是一些容器 现在都要禁止避免 来添加这些物质 好 代表新的是燃烧废物金石 燃烧塑胶是产生的 它是虽然是空气污染 但是下雨之后就会浓于水 或是被水打到土壤中 或水面 你就有机会会摄取到 好 那我们来找几个例子 这些物质对人类的 生殖系统 神经系统 内分系统 都会造成一些发育上的缺失 只会造成生殖率下降 或是性增 甚至会发生紊乱 女的变男男的变女 好 那就影响很多人有的没的 甚至引发癌症 好 这是内分病药物质的作用 我们找几个 国内很有名的例子 很多有名的事件 1979年 台中有个惠民盲校 他们有个中央的厨房 会做饭菜做便当 不但给这个学校的师生吃 附近的民众也可以吃到 所以影响的范围还蛮广的 就当时他们有些 工业上的那个什么 热媒就是这个PCB PCB就是多氯联本 这些机器中的多氯联本 不小心露出来了 它是子龙性的 而附近刚好放了这个米糠油 米糠油是他们食用油 拿来煮菜的 就油刚好就浓于油 所以PCB浓于这些米糠油 而这个厨房就拿这个 受污染的米糠油来煮菜 那这些师生或附近的居民就吃啦 就累移在体内 好累移之后呢 发生什么样的疾病呢 开始出现皮肤变黑 出现很多疤很多痘 这叫做绿戳疮 出现很多凹痕跟疤痕 然后皮肤会变很黑 甚至发现妈妈如果被污染 生了小孩也会有累积 所以生出来小孩也是变黑黑的 叫黑宝宝 好以上这是国内的1970年的事件 事实上日本在更久之前也发生过 在68年的时候他们日本称它为油症 因为你喝了受污染的油反而得到这个疾病 可见这个物质是脂溶性的 目前已知是多氯联本 当然是禁用了 因为它是很严重很麻烦的环境污染物 你生病之后你只能慢慢把它代谢掉 没有办法根治 好那另外DDT我们最近过于学过在美国有老鹰的一些实验 或者是这个这个湖里面有发现 如果这边被DD污染了 这边的鳄鱼会出现生殖线发育异常 而造成生的蛋变少孵化率下降 它的鳄鱼的族群就下降了 那人类看到这个例子就担心 人类使用或接触了 会不会也让人类生的系统病变呢 好另外人积分跟双分 它有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 会让雄性动物雌性化 所以妈妈们就会很紧张 宝宝们就会很紧张 奶嘴们不要含有这些物质 不然会让小朋友的性别紊乱 生殖系统会异常 好以上这是内分泌干扰物质